原来绿豆汤还能这样做 在朋友家喝过一次 口感沙沙糯糯 一口就被惊艳到了 夏天解暑必备 碗中准备100克糯米粉 少量多次的加入70克开水 将糯米粉烫匀 静置放凉些 再下手揉成光滑的糯米团 接着将糯米团搓成10克左右一个的小圆子 水开后下入糯米圆子 煮至浮起后,捞出 放到凉水里泡个澡 150克绿豆,提前泡发好 凉水下锅 加入少许柠檬汁 水烧开后,转小火 煮25分钟 煮至绿豆都开了花 再按个人口味加入冰糖 煮至冰糖融化后,关火 然后取一半的绿豆和少许汤 用料理机打成泥 打好后倒入碗中 再加入绿豆汤和小圆子 最后撒一些干桂花增香 搅合搅合,开喝 口感微甜 沙沙怒怒的 超级好喝哦 如果不急着喝 做好之后,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下窄喝 冰冰凉凉,清凉解暑 一次都可以喝凉碗 推荐朋友们一定要试试哦